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主夜和花 你已經檢查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已晓得 我心路 我躺 我里都熄成 你也深知 我一切所幸 我舌头像地花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 而守在我身上 只要你几秒 是我不能侧头 你的枝杠 你的尊贵 是我永远不能锁起 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可以往哪里去躲 可躲避你的面 我若展开 清晨的翅膀飞到地球 就在那里 你的双手也必 引导我 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從何來 我的幫助從早 鐵眼滴滴 葉荷花而來 我又像高深聚目 我的幫助從何來 我的幫助從早 鐵眼滴滴 葉荷花而來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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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像高山之墓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早 铁眼滴滴也和花而来 我要像高山之墓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早 铁眼滴滴也和花而来 Southern 烏松 沙头 母后 飞 成长 꼽 肉 枇水 要 詞曲 李宗盛 你已經檢查了我 我作響 我期滿 你都已曉得 我心路 我躺 我裡都熄成 你也深知 我一切所幸 我射到神地話 你沒有一句不知道 你在我前後環繞著我 而守在我身上 只要你奇妙 是我不能側透 你的質感 你的尊貴 是我永遠不能所寄 我可以往那裡去躲避你的臉 我可以往那裡去逃 可躲避你的臉 我若展開 清晨的翅膀飛到地上 就在那裡 你的雙手 也必須引導我 我會不會封密 我會不會封密 在那裡 再給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作词 杨茜茜 我可以往那里去逃 可躲避你的面 我若展开 清晨的翅膀飞到地球 就在那里 你的双手也冰 引导我 我要像高山之木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早点眼底底下 野荷花而来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早天眼底地 野荷花而来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早天眼底地 野荷花而来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早天眼底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 愿神的平安和祂的同在充满在你的家中 充满在你的心里面 让我们这时刻就以祷告 以聆听神的话语 还有借着诗歌来清静爱我们的神 我们的阿爸天父 让我们一同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 谢谢天父时刻看顾 谢谢天父时刻供应 谢谢天父时刻怜悯 谢谢天父时刻安慰 而且祂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祂赖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祂赏承越来清静爱我们的教会 祂赏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祂赏免我们是一切的过犯 谢谢天父后 祂赏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Zither Harp 我的招能力胜过失恋 我依靠天父走向的供应 我不用再空旺于挂念 他的心既仍慈无可策骨 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 不论游或喜他慈爱显明 老苦中他慈安台 是的我们要谢谢天父 他每一天每一天的供应 我们的心要紧紧的信靠他 因为他是那一位信实 永不改变慈爱的天父 让我们就在他面前 卸下我们的重担 在劳苦中 在忧愁中 他赐我们平静安稳 让我们这时刻 就不再食言 让我们这时刻 就进入到 他所赐给我们的平静安稳当中 我们在我们的平静安稳当中 玛拉基书第三章第七到十二节 这样记载着 从你们立足的日子以来 你们就偏离了我的律力而不遵守 现在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必转向你们 你们还问我们要怎样回转呢 人怎可抢夺神之物呢 你们却抢夺属我之物 竟还问我们抢夺了你的什么呢 旧事抢夺了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祭物 你们要受严厉的咒诅 因你们全国的人都抢夺了属我之物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部送入仓库 使我家中有粮 借此试验我 看我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窗 把福气倒给你们 直到充足有余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必为你们彻责那些吞吃者 不容他毁坏你们地上的果实 也不让你们田间的葡萄 再为首以仙就掉下来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万国都要称你们为永福 因为你们的地 必成为喜乐之地 愿神的灵来充满我们 愿神的灵来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在今天早晨 听见神自己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恩 得着能力 来回应神 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 向是你祈求 求你使我们的心思意念 可以不断地 与神你自己的话语对齐 可以顺着圣灵行事 活出神你所喜悦的形象 仰视 我们今天早晨 要来清敬你 我们要来敬拜你 每一天 每一天 祝自己与我相亲 每时刻 此下格外怜悯 我过旅 祝愿难为你担当 祂的名为这事与全能 祂保护 祂的恩怡如阵宝 祂儿 祂的恩怡�를 祂要成全这事 祂во Se龙 Jesus 你日子哦 山地里尽 山地与 planets 也入闡 Hollyle abusive 祂的恩怡 这是它 祂是我们的恩怡 万君之耶和华 你的居所多么可爱 我们的灵可想切勿你的院子 我们的心向你勇活的神欢呼 住在你的殿中的都是有福的 我们要不断地来赞美你 弟兄姐妹这个时候 就让我们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 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 因为祂使我们经过干旱的山谷 使祂变为泉源之地 有秋雨使这谷到处都是水池 祂使我们行走地上加力 祂垂听我们的祷告 祂是我们的盾牌赐下恩惠和荣光 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账旨的人 哦 依靠耶和华的人都是有福的 就让我们一起同心地来赞美祂 全心感谢 全心赞美进入你的院 全心松散献上危机 是最寸的果子 在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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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无瓜慮 喜乐满意 常常感谢 母族祷告 盼望在与你 我要全心赞美 跳舞送羊的名 在你里面 在你点中 一日生活 在世上前日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还要 赞美不停 依然碰力 欢呼声永不息 全心感谢 全心赞美 全心赞美 进入你的院 全心松散献上危机 是最寸的果子 在你里面 一无瓜慮 喜乐满意 常常感谢 母族祷告 盼望在与你 我要全心赞美 跳舞送羊的名 在你点中 一日生活 在世上前日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还要 赞美不停 依然狂离 欢呼声永不息 我要全心赞美 与人碰力 欢呼声永不息 Amen 使得弟兄姐妹 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 祂是我们的诗歌 祂也成了我们的拯救 在艺人的棚里 有欢呼和得胜的声音说 耶和华的右手行了大事 耶和华的右手高高举起 哦 耶和华的右手行了大事 神爱世人 祂赐下祂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献上祂的生命 为人赎罪受害 使永生的门大开 使人人靠着耶稣的名 都可以进来 主耶稣流血舍身 赎罪完全救恩 这是爱我们的神的应许 赐给凡性靠祂的人 若我们真心接纳主 你精心靠耶稣 就闭蒙祂的饶恕 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 就让我们一起来 就进耶稣奉祂的名 来赞美神 赞叹祂那奇异的恩典 是的 我们要赞叹 他那奇异的恩典 奇异恩典 何当甘甜 我醉意的赦免 牵我食丧 尽被寻回 下眼睛的看见 如此恩典 是我敬畏 是我心的安慰 初心之时 寂寂寂寞 真是何当宝贵 不再有困盲 我已的释放 我救助耶稣 我救助耶稣 以赴代价 宝负恩典 既充满我 风皮铭血 宝负恩典 我吸引之贵 你 美好无辟 互助 互助 最爱 盾牌浮凡 我心不再畏惧 我才有困难 我已的释放 我救助耶稣 以赴代价 丰富恩典 既充满我 永恒的爱 既已远遍 我才有困难 我已的释放 我救助耶稣 以赴代价 丰富恩典 既充满我 永恒的爱 既已恩典 丰富的爱 既充满我 永恒的爱 既已恩典 使得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救赎的恩典 在你的恩典之下 求你帮助我们 时刻看自己像罪是死的 但在你里面像神却是活的 使我们不要让罪在我们会死的身体上掌权 不要叫我们顺从身体的私欲 也不要把我们的身体任何一个部分 使得罪 做不义的器具 相反的 使得主 相反的求你帮助我们 要像从死人中复活的人那样 把自己献给你 并把身体的各部分 都做义的器具 献给你 使罪不能再挟制我们 使我们时刻顺服你 顺服圣灵的带领 致使我们心里面的祷告 我们心里面的渴望 求主你帮助我们 分开我主宝贵的名 Amen 把氓祢的名 He'll bring us !!!!! Jesu 提度 弃力 是其 日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快跑 耶稣基督是职保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快跑 我要神父因为我爱你 无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分土 我要得到耶稣基督 我要神父因为我爱你 无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福 欠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要神父因为我爱你 无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分土 我要得到耶稣基督 我要神父因为我爱你 我要神父因为我爱你 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福 基督福音的托福 让我们同心祷告 让你知道 你没有留下一样好的不给我们 你对我们的爱是没有保留的 主啊我们要顺服 求你让我们能够成长 每一天的精力成长 每一天的寻求成长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你所喜悦的门徒 让我们懂得如何 把你的你的心意 当作我们的心意 给我们有个爱灵魂的心 懂得去爱那些你所爱的人 主啊 当我们还看我们四周的时候 我们看到许多有需要的人 许多缺乏的人 主啊 他们迷思了 就你给我们一个爱灵魂的心 懂得如何去关怀帮助他们 懂得如何去为他们的需要祷告 不单单是为我们自己祷告 更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祷告 当我们看到世界各地 有许多地方被疫情所困扰的 我们求你来怜悯他们 来医治他们 当我们看到美国这个国家 有种族冲突的时候 当人活在水生火日之中的时候 主啊 求你来保护保守着他们 求你来掌权 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主啊 求你教导我们懂得如何去 被你来使用 为你在这个世代做光做盐 虽然我们知道自己能力有限 但是我们知道 主你是无所不能的 你能够透过软弱的器皿 来成就伟大的事 让我们的社会 让我们的社会 让我们的国家 让我们的家庭 让我们的教会 都能够经历到你的爱 你的真实 所以主 我们愿意被你来使用 降伏在你的引领之下 成为你所喜悦的门徒 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名祈求的 阿们 现在 让我们预备心来奉献 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进行奉献 我们可以用银行转账的方式 转账到教会的户口 我们可以透过扫描二维码 进行转账 若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输入我们的UEN号码 我们可以将支票邮寄到教会 我们可以将现金放到红包里 等教会实体崇拜 重新开始 带来教会 祖先崇拜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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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让他还围绕你 喜乐充满你 烦恼多忘记 每天好心情 愿你有个好心情 平安心愿在心里 让我们来祝福你 每一天都盼望有能力 耶稣爱你 爱你 让他爱围绕你 喜乐充满你 烦恼多忘记 每天好心情 耶稣爱你 爱你 让他还围绕你 让我们来为奉献圣上感恩的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你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 让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缺乏 主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的 求你教导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主求你愿纳我们献上的奉献 用在你的事工上 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你的好处 来认识你 祷告奉主耶稣得圣名祈求的 Amen 每个社会 各个社会 发展自己的社会 和过年 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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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areas 几 Accept 形成 藉丹 那 是 圣灵 藉commun 自己 祈求 圣灵充满 你不要是圣灵担忧 圣灵充满 是对 失去圣灵的感动 圣灵充满 你要顺服 圣灵而行 一年我们讲到这个Missio Day 就是我们翻译成使命的神 而不是神的使命 如果我们专注的是神的使命 你会觉得是 哇 这件事怎么去做呢 历代以来 世世代代以来 神一直在工作 祂一直在写这个故事 祂一直只是在做一件事情 而祂邀请我们 成为祂的协作的一部分 使命的神邀请我们 参与祂的使命 这是一个福气 是一个信徒的特权 弟兄姐妹们 现在是家事报告的时间 征图系列 是的 我们已经重新启动 我们的征图系列 还记得我们一月份 已经完成了督导 关系的重要 接着七月份 我们的主题是 做主门徒 装备的重要 同往常一样 我们将在主日崇拜后 进行征图系列 唯一不同的是 这次我们将在线上进行 我们将公布更多的详情 敬请留意 神要透过祷告 建立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经历祂的能力和信实 除了每个月的祷告会 我们在月中增加多一次祷告会 让教会可以在线上祷告 我们呼吁弟兄姐妹相约 用网络或者电话 一起进行祷告 彼此带祷和激励 我们也鼓励家庭成员 聚集一起 同心祷告 彼此分享 一同敬拜神 建立家庭祭坛 家长们可以透过这个祷告会 带领家庭祷告 也可以透过分享 教导孩子仰望神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鼓励大家根据直播 与教会同步进行这个祷告会 不然的话 你们也可以另找一个适合的时间 利用已经录好的YouTube视频 相约进行 现在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 与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神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是一个幸福的时刻 我们也要特别欢迎 所有第一次与我们在线上敬拜的朋友们 很高兴你能够参与我们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时间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主任牧师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 让我们看牧者的话 亲爱的QPC大家庭 在这时段 我们面对许多的改变 而我们的意向 让我们专注在 什么是重要的 因此 在这星期 我有两个项目跟你们分享 首先 就是征途系列 征途的目的 是让我们可以更清楚 教会的意向 因此 在七月间 我们会以上线的方式 继续征途系列 今年 我们所专注 是意向中的 那个培育跨时代 的门徒 与仆人领袖 虽然 意向中我们是强调 下一代 但是 我们不可忘记 做主门徒 是所有信徒的追求 而不限于年龄 做主门徒 就是要成长 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 因此我期待在七月间 这个做主门徒 装备的重要的系列 第二个项目呢 就是这个星期 线上的家中 祷告会 我们认为神在带领我们的 祷告要晋升 甚至呢 重建我们的家庭祭坛 在家中 这家中的祷告会呢 跟目前线上的教会 祷告会相似 但比较短 也适合你和家 在家中 跟孩子 父母 兄妹 甚至小组员 一起祷告 我们的期望是 在我国的每一个社区 将会有一个祷告祭坛 而全国因着 祷告的火焰燃烧 那虽然 我们的意向 最终我们的意向 和所做的 是不是耶稣基督 和祂的福音 那没有福音呢 就没有做门徒的能力 甚至也没有祷告的能力 因此让我 跟你们分享 这个故事 上个星期 我们收到了一位 社工的email 在 阻断开施 阻断措施 开始的时候呢 他引荐了其中一位 他所服侍的朋友 进入到 马格列通道的庇护所 而他就说了 自给教会 负责的牧者 我写这封信 是为了感谢你们 在此大流行期间 开放了你们的教会 并且做个见证 我推荐的流浪汉 住进了你们教会的庇护所 有许多的人 以实际的方式 去关心他 爱护他 引导他 接受耶稣基督 为他个人的救助 从我与这个客户的 第一次接触 到现在 我目睹了上帝 如何改变他的生命 他曾经经历了 许多的失望 有愤怒和恐惧 但是现在他是 充满了喜悦和盼望 尽管 现在他已经回到社区 并远离 这个不仅是 给他在头顶上 提供乌瓦 而且还是一个 避风港的地方 但他拥有了资源 让他看到希望 和有了信心 带着圣经和崇拜的歌曲 以及那些 在上帝的爱中 向他伸出援所的人的联系 愿上帝祝福你们 所做的功 因为你们的 会众像基督一般 活出他的生命 向他人伸出援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 工作 成为新加坡 许多迷失和孤独的人 的见证人 赞美主 弟兄姐妹 真的是感谢赞美主 我们可以参与 如此的福音事工 确实是充满喜乐的 因此 我要以这个经文 来结束 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四到五节这么说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只只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只只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它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愿神 保守看顾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早上好 让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 他就是杨文强弟兄 其实文强和他的妻子一枚 是从贪生路 进信会来的 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 因进神的实习需要 参加了我们的教会 而在两年来 他们与妙之师母在外展事工 一起服事 也与核心牧师在中华团契 同工 他们也是我在进神 讲道课的学生 所以这两年来 我们看到他们服事的心智 并且他们对神 对人的付出 所以看到他们结束 他们的实习 离开我们 真是舍不得 同时呢 我也为他们感到兴奋 相信神 在将来 会使用他们 所以他还没开始之前 让我来为他 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将文强 弟兄和他的妻子一枚 交托在你手中 为之他们的生命感谢你 他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 进入全时间的服事 并且这两年 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他们 主啊 求你今天 在他讲道的时候 你的色灵充满他 他对我们所说的话 真的是从你而来 也将他们俩 前面的道路 交托在你手中 求你保守着他们 带领着他们 不论他们到哪儿 主啊 你使用他们 成为多人的祝福 还要感谢你 祷告是奉 耶稣的名 阿们 主内的弟兄姐妹 早上平安 主内的弟兄姐妹 早上平安 我们很感恩 因为即便在疫情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能够一起来 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很感恩 能够在疫情当中 都能够一起来 来敬拜我们的神 今早我要与大家 分享的主题是 成为神好管家的三思 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主题 就是为成为好管家的三思 经文取自于马拉基书 第三章第六到第十二节 那经文取自于马拉基书 第三章第六到第十二节 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 来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在没开始之前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献上感恩 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 都献上我们的感恩 因为我们知道 即便在疫情当中 你仍然是那一位掌权的神 因为我们知道 在疫情当中 你仍是一个掌权的神 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求神你帮助我们能够 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真是勒求你 让我们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 但不单单只是聆听 而不单单只是聆听 而是将神你自己的话语 行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让神你自己的说话 都行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就把这段时间交托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来到交托 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名求 阿们 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得性命求 阿们 在这次全球的疫情当中 在这个全球的疫情当中 我们知道美国其实是灾区之首 美国是灾区之首 现在已经超过170万人 有感染了这个疫情 已经是超过170万人 感染了这个疫情 而死亡人数也已经超过了10万人 而死亡人数也已经超过了10万 纽约乃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州 纽约是美国疫情当中最严重的一州 而州长库默是在每天的慌乱当中 处理疫情的问题 州长莫洛就在他很慌忙的当中 处理每一天的疫情的问题 但是有一天 但是有一天 他收到了一封特别的信 他收到一封很特别的信 这封信是来自外乡的一个老农夫 这封信是来自一个外乡的老农夫 信中他是这么说的 信中他就这样说的 我敬爱的州长 我敬爱的州长 我从新闻当中知道你们非常需要口罩 我在这个新闻当中 我们知道你是很需要这个口罩 而且在国外到处的去寻找跟购买口罩 在国外周围来到寻找这个口罩和购买 所以在信封当中我附件了一个新的口罩 那在信封里面我就送一份的一个口罩 如果可以的话请你转发给医院里面的护士或者医生使用 如果是可以的呢 请你转发去给医院的医生或者是护士来使用 很抱歉因为我家里只剩下五个口罩 好抱歉 我家里只能够剩下五个口罩 而我在家里还有一个只剩下一个废的老板 那在我家里里面只是剩下一半的废的老板 所以我只能够拿出一个与大家分享 所以我只能够在这里拿出一个口罩 请州长在这段时间继续的加油 那请州长在这个时候继续努力的加油 在疫情当中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多么美的一个故事 在疫情当中 在一个多么美的故事 这让我联想起另外一个故事 圣经里面的故事 让我联想起另外一个的故事 就是那个来到圣殿里面奉献的穷寡妇 那来到圣殿当中这位的穷的寡妇 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到第四十四节说到 那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里面就讲到 耶稣坐在圣殿里 他看着众人进入圣殿来投钱进入神的库 那耶稣坐在圣殿里面来观看这些人 入圣殿的时候怎样来到奉献 而这个时候有一个穷寡妇 他就走进了圣殿 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穷的寡妇走进来的圣殿 他把两个小钱放进了圣殿的库里面 那么他将两个小钱就放入这个圣殿的库里面 耶稣看了他的举动便大大的称赞这个寡妇 那么耶稣看见这个妇人的举动就大大的称赞他 他说这个寡妇投入的比众人任何人都要多 那么这个穷的寡妇他所投入的是比众人都还要玩多 因为虽然自己不足 但他却把他所有的都献进入了神的仓库 虽然他自己不足 但是将他自己一生的所有的东西就传入圣殿的库当中 弟兄姐妹这两个故事都谈到了自己对家无私的奉献 那么大兄姐妹都在这两个故事里面都讲到 在对自己的家无私的奉献 我们对神的奉献也像故事里面这个穷寡妇一样吗 我们是否就好像这个故事里面的穷寡妇一样吗 即便在我们自己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仍然还是能够成为神所给我们金钱的好管家 那么在虽然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仍然都是成为神一个在金钱上面的好管家 我们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到第十二节当中 也看见了这个奉献的议题 那么在马拉基书里面三章六到十二节里面 也都看见一个奉献真正的意义 被辱归回的以色列人 他们也同样面对十一奉献的这个挑战 那么被辱归回的以色列人里面 他也都同样是面对一个同样的奉献的问题 藉着他们的经历 我们来对我们来用三个问题 来一同的来反思在金钱上 如何成为神的好管家 那么从他们的经历当中 我们又用三个问题来反思 如何成为一个金钱上面的好管家 这三个问题是 那么这三个问题是呢 第一我们是否偏离神的律力 第一我们是否有否偏离神的律力 第二我们是否抢夺神的祭物 第二我们有没有真是抢夺了神的祭物 第三我们是否经历神的供应 第三我们是否有经历神的供应呢 好我们现在来一起思考第一个问题 好我们一起来到思考第一个问题 我们是否偏离了神的律力 我们是否真是偏离了神的律力 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第六到第七节 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到第七节 曼君之耶和华说 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所以你们雅各的子孙也不会灭没 从你们的列祖日子以来 你们就偏离了我的律力 而不遵守 现在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必转向你们 你们还问 我们要怎样回转呢 第六节它出现了因为这个连接词 在第六节里面出现了一个连接词 它和上文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中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从上文第二章第十七节开始 在上文第二章第十七节里面开始 以色列人他们埋怨神 他纵容罪恶 以色列人埋怨神去纵容罪恶 还大胆地说神他不公义 更大胆地说神是不公义的 这些埋怨都是因为以色列人 他们对神开始有灰心 那这些埋怨都是因为 以色列人对神开始有灰心 原来在以色列人 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 原来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 先知曾经预言说 圣殿落成的时候 神会将荣耀充满这个圣殿 当这个圣殿建好的时候 神的荣耀就会充满这个圣殿 弥赛亚的国度会随之而降临 尼赛亚的国度随之而来 但是这些预言迟迟都未实现 但是可惜这些预言就迟迟都未曾实现 秘乳的百姓他们返回到故土的时候 依然被波斯帝国统治之下挣扎求纯 当以色列人返回到故土的时候 仍然被波斯帝王来到欺压 他们频频受到临近国家的逼迫 仍然受到鱼近国家不断的迫白 神复兴大卫王朝的应许 真的是遥远无期 神所应许大卫的王朝 好像遥遥无期那样 以色列人认为神没有履行他的承诺 以色列人认为神没有履行他自己的乐言 他们渐渐灰心丧胆 他们渐渐的伤心和丧胆 所以在三章第一到第五节的时候 神回应了以色列人 所以在第三章里面 神回应了以色列人的声音 祂说祂会猜浅他的使者 向犯罪的人施行审判 神说会猜浅使者对犯罪的人施行审判 快快指证那些行邪术的 快指出这些行邪术的 那些犯奸淫的 犯奸淫的 在工钱上压迫故宫的欺压孤儿寡妇的 在工钱上压迫工人的 还有压迫孤儿寡妇的 神答应他们 祂必定实行公义 神答应祂必然秉行祂的公义 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忘了 但是以色列人忘记了 当审判来临的时候 以色列人同样也会受神的审判 当神要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同样是都要面对这个审判 而所有得罪神的也无法站立得住 所有能够得罪了神的都无法暂立得住 所以神祂其实在等待以色列民回转 才施行审判 所以在第六节的时候 当神说祂不改变 所以在第六节里面 神说祂自己不改变 祂其实是说祂是一个恒久忍耐 又有怜悯的神 祂只不过说祂自己恒久忍耐 是永远不变的神 祂在等待着祂的子民悔改 祂只是等待着祂的子民来回转 也因为神是一个不改变 怜悯有忍耐的神 因为神是一个不改变 还有忍耐的神 以色列民才不会灭没 所以以色列人先不至于灭没 那我们想想 如果神说祂是一个不改变的神 如果我们说神是一个不改变的神 为什么以色列民还继续受到百般的苦 他们还受波斯帝国的压迫呢 那以色列民为什么会受这么多的苦 以及受波斯帝国的压迫呢 第七节给了一个答案 第七节就给了一个答案 神说以色列民像他们的列祖的日子一样 偏离了神的律律 不遵守神 那第七节里面 因为以色列民他的列祖是偏离了神 就不谨守神的律例 以色列人是因着自己偏离了神 所以无法享受神里面的祝福 那因为以色列人偏离了神的律例 所以没有办法来享受神所赐的祝福 而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地要他们转向神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不断叫以色列人回转 这个字转向 这个是转向 在原文有着回转到起初的意思 那么原文意思是回转到回到原点的意思 以色列民他们原本与神有着密切圣约的关系 那么以色列民本来与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圣约的关系 但他们走着走着的时候 他们对神的心开始冷淡 他们走着走着的时候 他的心开始流浪淡 也因着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 他们越来越偏离神 或者可能他们生命里面太多的偶像 使得他们不能够专注在神的面前 或者他们生命当中太多的偶像 不能够很专注来到仰望神 但是在这里神不改变 他说只要以色列们回转向他 他一定能够回转向他们 神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神 神说只要他们回转回到神的时候 神一定是仰望 或是会看顾他们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美丽的一个画面 弟兄姐妹一个是何等美丽的画面 因为神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们 因为神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们的 所以当以色列民转向他的时候 所以当以色列民转向他的时候 他一定是在那里回转向他们 一定他在那个时候是回转向他们 但是以色列民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得罪了神 但是以色列民很可惜他们不知道他得罪了神 第七节说我们要怎么样回转呢 更直接的翻译可能就是说 神啊我们为什么要回转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或者是更加直接就是说 神啊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为什么我要回转呢 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脱离了被褥的生活 因为他以为他已经是脱离了一个被褥的生活 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也是已经在圣殿里面敬拜神 在圣殿里面已经开始来到敬拜神 他们认为说他们已经遵守了 他们应该遵守的 他认为他们已经要遵守的 又已经是遵守了 生命OK啊没有问题啊 生命没问题啊OK啊 但是我们仔细看马拉基书一章跟二章的时候 当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一和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们的敬拜和服侍都是表面 他们的敬拜和服侍都是很表面的 他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依然娶外邦的女子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仍然是依旧是娶外邦的女子 他们依然敬拜他们的假神 那么仍然是敬拜他们的假神 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偏离了神的律力 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偏离了神的律力呢 我们每一周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是否是带着一颗壳目想要与神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当我们每一个星期回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是否带着一个渴慕与神亲密的一个关系呢 还是我们就是每个每周就是日复月复年复一年 我们就这样过着我们的生活 那么或者我们只不过是一年复一年这样如此的生活 我们或者是因着我们生命的处境 我们越来越听不到神他的声音 或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处境越来越听不到神的声音 我们离开教会回到我们的职场 回到我们学习的地方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教会回到职场 和我们一些比较熟杂的地方 我们是否是按着神的教导来遵行他 我们是否有按着神的教导来遵行他的意思 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偏离了神的律力 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偏离神的律力呢 神要我们转向他 神要我们转向他 第二点 第二点 我们是否抢夺神的祭物 第二点就是我们有没有抢夺神的祭物 于是在第八节到第十节的时候 神详细地说明了他们要悔改的原因 以至在第八节到第十节里面 很详细地说你们要回转的原因 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节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到第十节 人怎可抢夺神之物呢 你们却抢夺属我之物 竟还问 我们抢夺了你的算什么呢 你就是抢夺了当立的十分之一 和当献的祭物 你们要受严厉的奏座 因为你们你们全国的人都抢夺了 属我之物 也会说 万军之有话说 你们要把当立的十分之一 全部送入仓库 使我家中有良 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五次抢夺这个字 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五次抢夺这个字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字翻译为偷取的意思 我们可以翻译成为这个字就是偷取的意思 以色列人被指责他们偷取了神的物品 以色列人被指责为偷取了神的礼物 他不是一小群的人 这个不是一小撮的人 而是整个国家偷取了神的物 而是整个国家的人偷取神之物 以色列人他们知道偷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犯 以色列人很清楚 偷窃是一个严重的罪犯 他是十诫里面的一条 在十诫当中是其中之一 所以他们非常惊讶 他们非常的惊讶 他们反驳说 神啊我们哪里偷了你的物品 那你反驳就反驳说 那我偷了你的什么 神说他们偷取了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祭物 那神说你是偷取了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天之物 这个十分之一是什么呢 这个十分之一是什么呢 按照摩西的律法 按照摩西的律法 土地所有出产的十分之一 都需要归给神 那在土地所出产的十分之一 都是要归给神的 这是为了要供应立位人的需要 那这个为了是要供应利美人的需要 然后六位人他们会把这十分之一里面的十分之一再拿出来 那你美人就会把这个十分之一当中的十分之一拿出来 分给祭司 那么就分给祭司 同样也是为了他们的宝足 也都是同样为了他们的宝足 不禁如此按照律法 不单止是这样按照这个律法 每三年的宴席当中呢 三年里面当中的延迹呢 都是这个宴席都是为了要让寡妇 孤儿和寄居者能够得到受益 那么同样呢 就是为这个孤儿寡妇 和一些寄居者能够是得到受益 当宪的祭又是什么呢 那么当宪的祭是什么呢 当宪的祭指的其实就是 以色列民为了使祭司成圣的这个仪式当中 所献出来的祭物 那么当宪之祭呢 就是为了死这个祭司能够成圣之路 所要献出来之物 或是为了特殊的目的 甘心奉献的礼物 或者是为了特殊的原因 是甘心乐意来到献赏的礼物 这些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宪的祭物 是为了圣殿服侍的立位人 和祭司能够有宝足 那么这个是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宪之物呢 是为了圣殿里面的礼美人 和祭司所需要的享用 使得他们能够专心的带领人来敬拜神 让他们能够很专心来带领人来归向神 这些十分之一的祭物 也是为了帮助在群体里面 有需要软弱的肢体 这十分之一 也都是帮助在肢体里面有需要的人士 所以当神的子民不按时奉献的时候呢 所以如果神的子民不是按时奉献的时候 他们其实阻止圣殿的敬拜的服事 也都是阻止了圣殿里面敬拜的服事 并且停止保护在当中有需要的人 同时停止了保护有需要的人士 因此他们受到神严厉的诅咒 所以他们受到神的严厉的咒作 这个诅咒可能是指的是十节到十一节当中的干旱 或者是蝗虫的灾害 就是在十一节里面所说的干旱和蝗虫 因为他们的灾害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灾害的问题 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他们的生活里面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而且这样使得他们意志消沉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地过他们的生命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好好地过他们的生活 也因此 所以因此 他们促使自己有一个合理的借口不限制 所以吸使他们成为一个有很合理的解释 以致不欠制 他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他们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因着他们的罪使得他们被诅咒 因为他的罪也得到咒诅 这个诅咒使得他们继续来犯罪 这个咒诅也使得他们继续来犯罪 以色列人说我们抢夺了你什么呢 以色列人说我抢夺了你什么呢 从以色列人的回答我们看一看得出 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回答我们看得到 他们就好像是在温水里面煮熟的青蛙 他好像是温水煮青蛙的那种 陷入了罪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进入了罪但是他们竟然是不知道的 以色列人已经失去了那属灵的分辨能力 以色列人已经失去了辨别属灵的能力 没有发现他们自己对神的不信靠 没有发现到他自己对神一种不信靠 更没有意识到说这些灾祸其实是神给他们的诅咒 他们把不信靠合理化 他们把这个不限制成为一个合理化 而且把他们的所有的处境都指责向神 那么将他们所有的处境都是指向指责神 看不见自己偏离的问题 看不见他自己偏离的问题 我们可能问那以色列人要怎么样脱离这个诅咒呢 那我们会问以色列人怎样才能够脱离这个咒作呢 万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 万君之耶和华你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部送入仓库使神的家中有粮 你要将全部的所有送入神的仓库里面 使到神的家有粮 回转向神的方式就是遵守他的律力 回转神的方式就是要跟守他的律力 把十分之一的奉献送入神的殿中 将十分之一送入神的仓库里面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抢夺神的祭物 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当中 因着我们的苦境 我们的处境 我们没有办法遵守他的律力 我们是否又是不知不觉 因为在我们的困境里面 是没有根顺他的律力呢 我们是否无法将我们的奉献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是否是没有将我们的运法 我们将我们的祭物放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否阻止了教会神的殿的工作 我们是否阻止了神的殿的工作 我们是否因着我们的不顺服 使得教会真的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疫情的缘故之下 继续地在发展 那是否是因为这个疫情当中 以至我们影响了教会在这个疫情当中的继续来到发展 特别是在这样的疫情的缘故 在这个疫情当中来到的缘故 我们听到经济萧条 可能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他们可能是担心自己会失去工作 有很多人是会担心自己会失去的工作 我也知道在当中的毕业的学生 他们可能根本都找不到工作 那我们也知道在毕业的学生当中 根本都找不到工作 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奉献是受到考验的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奉献是真的会受到一个考验 我们可能会对神说 神啊你知道的我不能够奉献 因为这个经济萧条的缘故 那我们会跟神说 神啊你知道的 因为这个经济萧条里面 你都知道是没办法奉献的 但是我相信神要我们凭着信心来依靠祂继续地奉献 我们相信神是要我们凭着信心来依靠祂 来继续来奉献 雅各书说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雅各书里面说 有神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而这里奉献乃是信心的表现 而在这里奉献一个信心的表现 弟兄姐妹当我们站在奉献箱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站在奉献箱的前面的时候 即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缺乏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虽然有缺乏 当我们信靠神 祂的供应 我们是相信神的供应 将我们的现金奉献给神的时候 当我们将我们的现金来奉献给神的时候 这个时刻就是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焦距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信心和行为的一个焦距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抢夺神的祭物 弟兄姐妹是否我们真的抢夺了神的祭物 神要我们回讲转向祂信靠祂 神是要我们回转转向祂和信靠祂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们是否经历神的供应 我们是否经历过神的供应 我们来听第十节到第十二节 我们来听第十到第十二节 《玛丽基书》第三章第十到第十二节 人看我是不是为你们闯开天窗 把福气倒到你们 直到充足有余呢 万君之耶和话说 我必为你们斥责那吞吃者 不容他毁灭你们地上的果实 也不让你们田间的葡萄 在未熟已先就掉下来 万君之耶和话说 万国都要称你们为有福 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转向神的结果呢 是经历神的供应保护和祝福 而转向神呢 就是说经历神的保护和祝福 第十节的下半段说 在第十节的下半段就这么说 神会敞开天窗 把福气倒给你们 直到充足有余 神是要敞开天上面的天窗 以至是倾倒于你 以至你充足有余 神作者把神的祝福比喻成天空被敞开 与水降下 圆圆不绝 神的祝福就是比喻成天窗 打开而是源源不绝的来供应给你 还记得第一次当天窗在圣经里面打开的时候吗 还记得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天窗打开的时候呢 其实是在创世纪罗亚的时代 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罗亚的时代 神打开了天窗淹没大地的时候 神是打开天窗淹没大地的时候 下了四十天四十夜的雨水 降下了四十周夜的雨水 在这里神的福分也就像这个源源不绝落下的雨水一样 神的福分和福气就像源源不绝落下的雨水一样 创造的神他的供应一定是足够的 创造的神他的供应是一定足够的 我记得在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 我记得在疫情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新加坡人都拼命地跑到超级市场去抢购厕所纸 新加坡人拼命去到超级市场抢质纸 部长们他们也纷纷地出来说 新加坡有足够的货物 所有的部长出来都是这么说 新加坡是有足够的物品供应的 但是那个时候新加坡人都非常害怕 他们觉得不够 在国安时候新加坡人都非常害怕 都很害怕是不够的 最终NTUC的老板他在报章上发了一张照片 最后就是NTUC的老板在报章里面发了一个照片 这张照片是他和像三堆一样高的厕所纸所拍的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就是背后的背景 就是堆积与山的池子一起所拍的照片 而报章的标头是仓库有余 而这个报章的标题就说仓库有余 弟兄姐妹NTUC的老板的话我们相信 我们是否相信万军之耶和华是有余的呢 那我们是否相信万军之耶和华所说是有余的呢 11节神会在地上保护我们脱离侵害者 这里的侵害者指的是毁坏他们农作物的蝗虫 这个侵害者就是毁坏农作物的蝗虫 当时候以色列人是靠着农业养家糊口 而这些害群之物使得他们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那这些害群之物就使得他们的生活影响非常之大 神说他会斥责他们 神就说他会指责他们 他更是会确保田间的葡萄在未熟之前必定不会掉下 神说他会供应我们地上日常的需要 神说他会供应给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一切 上个星期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听到 在上个星期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听到 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 上帝照样供应他们的需要 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 也都是神是供应他们所需要一切 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子民 等于我们神的子民 他又怎么不可能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呢 他怎么会不供应我们必须的物品呢 最后神会将我们成为祝福之地 那最后神会将我们成为一个祝福之地 十二节说万君之耶华说 万国都要称你们为有福的 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那在十二节里面说 万君之耶华说 万国都要称你们为有福 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圣经说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 圣经说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 当将当那的十分之一 完全送入仓库的时候 当十分之一完全送入仓库的时候 神说祂会祝福我们 神说祂会祝福我们 祂会使别人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那他们会使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作为 所以一早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三节的时候 所以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所说的 当神与阿波拉罕立约的时候 当神与阿波拉罕立约的时候 他已经说祂会祝福他们 他已经说会祝福他 他说你要成为大国 祂会说你会成为宅国 祝福要领导你 祝福是要临到你 要使你的名为大 祂使你的名为大 你也使别人得福 你也使别人得福 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 你所祝福的我必祝福他们 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地上的万族都是因你而得福 弟兄姐妹 神不单单要祝福我们 神不单单是祝福我们 他更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更加是需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去祝福我们四周的人 祝福我们四周的人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周边是否真的是有一些 需要我们帮助的弟兄姐妹 或者朋友呢 在这个疫情里面 在我们四周当中 是真的有需要我们去帮助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朋友呢 而我们愿不愿意把神所给我们的祝福 分享出去 我们是否是愿意将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 来分享给别人呢 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想经历神的供应 兄姐妹 我们是否是想经历神所丰富的供应呢 神要我们回转向祂 信靠祂 神是要我们回转向祂 和信靠祂 神要我们回转向祂 神是要我们回转向祂 但祂知道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无能为力 不能够转向祂 祂知道我们有时候是无能为力转向祂 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同样 同样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都是有同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神在《马拉基书》第四章最后一个部分 所以《马拉基书》第四章最后一个部分 祂应许祂会差派以利亚来到他们那里 那祂应许差派以利亚在他们当中帮助他们 为了就是要主动与他们修复这个关系 所以《马拉基书》第四章最后一节它说 《马拉基书》第四章最后一节它说 使父亲转向儿女 使父亲转向儿女 儿女转向父亲 儿女转向父亲 它会使我们转向神 它会使我们转向神 同样的你和我都活在新约的时代 来到《路加福音》第1章第17节的时候 来到《路加福音》第1章的时候 神借着《约翰》 施洗约翰成为那叫人悔改的以利亚 神是藉着约翰 施洗约翰成为这个位的以利亚 不但如此 祂还指向耶稣 那一个能够真正使得我们与神的关系 修复的那一位主 让我们真真正正与神和好的这位救主 耶稣借着祂的死与复活 耶稣借着祂的死与复活 拆毁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 将我们拆毁了神和我们人当中的一个甲膜 使得我们有能力能够转向神 使得我们能够有能力转向神 使得我们有能力能够经历与神的同在 使得我们能够有能力经历与神同在 并且享受在祂里面的丰盛祝福 还有就是经历祂里面的丰盛和祝福 我们每一位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都能够经历与神的同在 每一位我们是经历耶稣基督的 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个丰盛的供应 医兄姐妹我要结束今天的分享 等节目要结束今天的分享 我想用这个个人的一个故事来结束 我用一个我个人的故事来结束 在预备分享的时候 我回想了神他怎么样的供应我们的经历 回想这个供应的时候 我回想这个供应的时候 我回去就是说神是怎么样在我身上来一个供应 我记得神他刚刚呼召太太医妹和我全职服事的时候 我记得神是呼召我和我太太一起受神的工作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我们向他呈明我们当时候的一些挂虑 我们就向神是陈明我们当时一些的挂虑 而在当中其中的一个挂虑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经济的状态 我们的取出不是很多 但是接着教会的支持 因为值着教会的支持 在街上如果我们简化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话 应该是足够的 如果我们简单化我们的生活也都应该够的 可是我们的心里就感觉不踏实 但我们的心里觉得好像都不是很踏实 感觉好像没有多余的 感觉上是没有多余的 所以从职场去到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从职场去到读书这个过程当中 大概有18个月的时间 大概有18个月的时间 我特别求神供应我们经济上的需要三次 那么我求神呢 就是供应我们在经济上的需要是总共有三次 我记得三次的原因呢 我记得有三次的原因 是因为每一次向神呼求的时候 在每一次向神呼求的时候 同样的那一周呢 我的公司就会为着我来加薪 那么我的公司就是因为着我呢 因此也会加薪 所以在那18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公司加了我三次薪水 那么就在这18个月里面呢 公司就总共加了我三次的薪水 而且这是在知道我要离开去读书的情况之下给予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 他们是公司知道我是18个月之后呢 去读书的时候所供应的 第三次的加薪之后 第三次的加薪之后 我深深地明白神是一位信师的神 我深深地明白神这位信实的神 他的孩子的需要 他必定能够供应 那么孩子的需要 他必定会供应的 把最好的献上给神 将最好的献上给神 神会敞开天窗 神是会敞开天窗 把福气祷给我们 将他福气来倾斗于我们 直到充足有余 直到充足有余 问题是我们是否相信他会这样做 是否我们就说是相信他会这样帮助 弟兄姐妹还记得那一个投入两个小钱的穷寡妇吗 那么大兄姐妹还记不记得过投入两个小钱的穷寡妇呢 我们是否能够像他一样不被我们的环境拘束 我们是否好像他不受这个环境因素来影响 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奉献上信靠上帝 让我们将在奉献上面由信靠上帝 当我们站在奉献上面前面的时候 当我们站在奉献上的前面的时候 无论是充足有余或者是缺乏 无论是充足有余或者是缺乏 我们都能信靠神 我们都能够信靠神 献上我们的奉献来欣赏我们的奉献 而这个时刻就是我们信心与行为焦距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信心和行为的高级的时候 转向神 神必转向你 转向神 神必是会转向你 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对头 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渴望要转向你 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真的要渴望来转向你 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来转向你 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没有这个能力来转向你 我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挑战 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挑战 我们害怕 我们很害怕 我们担忧 我们很担心 主啊求神你来怜悯我们 求神你来怜悯我们 也感谢你 感谢你 因为你赐下主耶稣基督 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 让我们能够转向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真的转向神 求神你来帮助我们 求神你来帮助我们 兼顾我们 使得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继续地来信靠你 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继续信靠你 求神你就按着你的应许 让我们能够转向你的时候 你必定转向我们 求神你来帮助我们 求神你来帮领保守 求神你来帮领保守 感谢你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名求 感谢你 我们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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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与爱我 尊贵救助 一切全献上 我将所有 贤与耶稣 谦卑夫复出面前 世俗已了 甘愿撇起 求主愿啊 我心愿 一切全献上 一切全献上 愿与爱我 尊贵救助 一切全献上 我将所有 贤与耶稣 求求我 完全赎主 为愿圣灵 向我证明 主与我 完全相处 一切全献上 一切全献上 仙女爱我 尊贵救助 一切全献上 我将所有 贤与耶稣 我尽完全属于你 求主愿赎我 爱心 尽贵救助 一切全献上 我将所有 贤与耶稣 求主愿啊 爱心 尽贵救助 恤与耶稣 求主愿啊 爱心 能力 等 此我 天上 福指 我总会求助一切全线上 让我们保持站立 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身万福之愿 世上万民都当颂养 天师天群 赞必主命 赞必生父 向此胜利 让我们保持站立 领受祝福 主的话语说 你要将当那的十分之一献上 我必打开天上的窗户 祝福于你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愿天父的大爱 愿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你们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那我们一起唱阿们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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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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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